青年买房梦 究竟低利率是陷阱还是致富写进 大世纪的人物为您揭开真相 抢购潮来的同时 他们来点破房设投资盲点 年轻人究竟该买还是该等 五年的缴席低利贷款 四十年贷款 这样的买房真的是好选择吗 听听大世纪人物怎么说 年轻人买房攻略 如何避开抢购热潮当中的雷区 而预期房价真的会上涨吗 专家教你如何稳健理财 提升竞争力比较重要 美房租房大世纪人物 教你用长远眼光来看待房产跟自我投资 当然陷阱很多 专家要提醒青年朋友 这些问题不解决 房子恐怕成负担 请锁定小君早安plus 各位海内外的观人朋友 在最近我们为你聊到 台湾的产业结构变化 台湾的土地 包括房地产市场的变化 那么出现了一些过去所没有的现象 对一般老百姓来讲 要取得一块土地 要买一个厂房 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 他念字在字会想 应该在一辈子当中 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的房子 所以最近我们曾经探讨 包括了年轻人 或者是刚刚你们成家立业的 这些年轻人怎么样可以拥有 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 政府当然有注意到 这个房价高涨的问题 尤其在贫富差距 这么严重的状况底下 年轻人相对的剥夺感 是十分的严重 于是呢我们开辟了这系列单元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年轻人 面对 面对的一辈子当中 怎么样在 有限的资源 在这个台湾的薪资结构 依然呈现有非常大的问题 这种状况底下 你有相对的剥夺感 可是怎么样 靠自己的努力 看得到愿景 可以买到自己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们曾经邀请过 大市房屋的董事长 陈建庆 Simon 包括了时事评论家 林昌星为我们进行解构 今天我们告诉大家 也许你认为 现在房地产呢 尤其在房子方面呢 在政府第七波的信用管制之后 好像呈现有一点点停滞 不会再上涨的压力 可是在房地产这个市场 呈现有点停滞的状况底下 我们今天邀请到另外一个专家 要告诉大家呢 有人说房地产呢 呃呃�呈现的冬眠 尤其是在呃驻宅方面 呈现了一个冬眠的状况 不动产的一个房地产市场 如果在驻宅方面呈现冬眠 可是呢 另外一个量能 另外一个动能 却是蠢蠢欲动 甚至在未来当中还被看好 这是什么呢 这是土地跟厂房 今天问你邀请到是资深房地产专家 林有梦经理 你知道土地是人类永远的财富 包括了房价的涨跌之间 所投射的不仅是市场面 同样也反映是国家的经济心跳的问题 台湾的厂房跟土地市场最近呈现什么呢 展现的可以说是全面性的一个动能上扬 因为以在今年第二季的上市贵法人土地交易市场量 高达有299亿元 299亿元在第二季当中呢 上市贵的法人土地交易呈现这样的一个量能 它代表什么意义呢 它的年增率呢达到了71% 显示什么 显示建商对于住宅市场的性行回升之后呢 不论是进居在重化区 或者是挖掘市区的老旧的商业大楼的潜力 都可以看出建商是如何整个代弹 怎么样全力以赴 当然对于未来市场的布局可以看出来量能依旧 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林经理一时激起千层浪 的确房地产市场里头掀起大家这个动能 那个连续的反应是有的 经理来到我们线来 林经理早安 小薰早安 大家早安 今天我想请教 前几集我们提到这个房地产市场里头 因为的确在央行的信用管制之后呢 房市突然之间瞬间 从这个非常澎湃全面性的爆发 到后来有点进入了冬眠 这一切一切都为了抑制房价 这一切一切都希望让更多人可以买得起房子 那相对的剥夺感不是那么严重 可是我们发现在台湾的房地产市场里头 有一股力量它正在全面性的大爆发 而且是已经这几年来都有共同的量能 在同步的展开当中 就是厂房跟土地的一个需求 厂房跟土地的需求在这一波当中 竟然呈现另外的大爆发的状况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导致台湾目前的厂房跟土地 竟然供不应求 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台积电的一个产能供应是不足的 所以台积电在全国中南部地方 都大量的在要重新购买土地要设产 所以台积电本身 以及其他的供应链 都会产生很多土地的需求 那也因为有这个土地的需求 厂房的需求之后呢 造成就是所谓的员工将来要购买房子的一个需求 所以带动预售屋 以及一般建商去买 住宅土地来盖房子的一个需求 那所以至于大家都知道带动了高雄 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上扬 那现在也知道竹南科学员区的台积电即将完工 那也带动了一个建商在附近积极的列地 那希望盖到一个房子来满足台积电 以及工业链厂商的一个购物的需求 所以房价也大幅度的上扬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一个所谓的购物足 或者就去四处在附近去列地 就希望说拥有自己一间的一个房子 或者是购买土地合资 购买土地来就是将来能够有一个获利的一个空间 或者满足将来自己因为工作的需求 可以在当地提早购屋 提早享受房子增值的一个乐趣 你提到这是新竹科学员区的竹南用地 在竹南园区方面现在最新的发展 在台积电进驻之后现在厂房盖了嘛 还没有动工所产生的 这里头因为有厂房的需求 土地的需求之后 接下来有员工进驻之后 才有所谓的住宅的一个需求 到底它的一个联动跟所谓的一个需求 跟涨价之间在竹南科学员区 呈现的实际的状况是什么 可以再帮我们进一步说明吗 好举例台积电在已经动工生 开始动工要新建的时候 那我个人在就有成交一间 在台积电附近就成交一间 大概行情就接近47、8万 47、8万而在 47、8万是指住宅还是土地 商业土地 一瓶是不是 一瓶47、8万 而在此之前的三年 成交价一瓶才不到30万 那所以就代表建商对于该地 那个就是将来 那个购物需求强硬的状况之下 建商就积极的列地 那然后再过来 现在政府也宣布 就推动所谓的大矽谷计划 这个大矽谷计划 就对于就产生了很多 资产的一个购物者 想要去列地 那就在附近就已经有成交 102年成交2万块的 现在最近这两个月 刚成交一瓶5万块 所以涨幅也非常惊人 而这个买方听说很多 都是台南过来的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部分我有一点点 你说5万块 然后102年 也是在竹南这里吗 就是竹南科学院区 有个所谓的预备基地 就是要淘竹苗的大矽谷计划 大矽谷计划 就离竹南科学院区 没有太远 大概就是距离两三公里的地方 那边就有一个 这个计划呢 就让原本102年左右 成交一瓶2万块的农地 那现在已经成交到一瓶5万块 OK OK 所以这个大矽谷计划 它的因为我知道 其实这一块是在赖清德总统 竞选总统时 那特别提出来 它的一个竞选的一个支票 看起来要全面去落实 好像速度会非常非常快 以目前这样的规划的话 你可以看出未来可能会呈现 什么样的波动吗 对于这种厂房坑土地的需求 是不是一样非常的大 如果它距离竹南科学园区 不是那么远的话 竹南科学园区您说在之前 才达到30万 然后是几年之后 就已经上涨到47万 那如果现在大矽谷 这个科学园区 距离这个地方不是很近的话 农地可以从2万到5万 那未来呢 未来会呈现什么样的波动吗 这样是一个正常波动吗 竹南科学园区 它是102年去领出那个叫做 政府就是重新重化以后的土地 而在102年以前 就很多的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资产客 所谓的公司的老板 就以个人名义去购买的土地 之后就等待这抽签 看是抽签买到是住宅的 住宅用地或者商业用地 或者是工业用地 那这样的话 就这样的话就有未来 有比较好的一个增值空间 那当然这是属于 所谓的等待土地变更的状况之下 然后的土地增值的一个机会 那因为这样子 那如果形成了那个 就是将来的一个预备基地 那附近就会盖了一个 所谓的预售屋 或者盖了住宅的一个房子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提早进场 那如果是对于当地的一个住户 当地的一个购物者来讲 这也是属于提早可以购买自己房子的一个 不但可以选择自己一个 未来的一个房子 可以居住的房子 也是一个可以增值制产的一个机会 如果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 它的大矽谷的科学园区的计划 的时间脉络呢 会不会它拖得非常亮长 从厂房 盖厂房之前你要先取得土地 大矽谷的一个科学园区 土地一定要先取得 慢慢盖了厂房 厂房之后员工进住之后 才有所谓的住宅的需求 带动住宅的需求里头 你认为这个时候不管你是要制产 你要自住或者是投资 可能是一个极佳时机 这个脉络的时间可以看出来 会拖很久吗 是 如果以现在而言 是属于一个计划刚公布的时间 是属于计划刚公布的时间 这个是通常是属于土地的一个购买者 或者是土地的一个需求者 是比较适当的一个进场时间 那如果去以一般民众要购买来讲呢 就比较适合已经成熟的一个基地 就比方说成熟的一个 竹南科学园区的一个基地 台积电已经快盖厂 快要完工了 然后这样的一个基地 房子附近的建商 也盖了许多的一个房子 以及预备将要退案的一个房子 那就一般的民众来讲 要购买房子 应该是购买现在成熟的 就是生活机能 或者是属于台积电已经进场 确定也在新建即将完工 这样的一个基地 对于一般民众购买来讲 这样的一个地方应该是更为合适 是 那两个问题请教林经理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土地跟厂房的取得 它限制是属于法人 属于是公司的结构 才能够去进行买卖 当土地跟厂房慢慢成熟之后 形成了一个住宅区的聚落 你认为 不管你是自住 不管你是置产 不管你是所谓投资 才慢慢进场 这个时候它的价格 可能会落在什么样一个阶段 因为对观众来讲 大矽谷的一个科学园区 照道理应该可以比较合理 反映一个比较中庸的一个价格 让一般老百姓 他不管投资跟自住 可以方便去进入 这个大概价格会落在 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是 那如果以时间点来讲 可以用已经算是在进行适中的 高雄的台积电的一个基地 附近的一个房地产市场 它的一个交易量跟涨幅 是高于附近其他都会区的 高于其他都会区的一个 交易量跟涨幅 那就是因为预计台积电 跟其他的供应链的厂商 他将来的员工会有购物租屋的需求 所以就会带动当地 一般住宅 进案的一个价格 跟需求量的一个增加 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能够确保 除了一般市场上景气的增幅之外 还增加一个实地 实际的一个购物需求产生的一个房价 保值的一个能力 所以这是高雄 从它的一个 就是房价的一个成长脉络 住宅房价的一个成长脉络来看呢 那就是属于确定会进场 在这个时候 那应该是属于预售屋的一个阶段 预售屋推案的一个阶段 那如果已经即将 就是即将完 就即将生产 开始生产 员工开始进驻 那时候就是马上会有一个员工 购物以及租屋的需求 那时候就直接带动 当下的一个 所谓是住宅的一个价格 所以这个时候像这个案例 就可以用台积电 竹南科学园区 那即将完工生产 这个角度来看 当地的一个住宅的一个需求 就有机会大幅的提升 在当下就是应该房价有明显的一个 在之前在生产之前 在进驻的话 应该会有比较好的一个价格 好谢谢林经理 你以这个高雄科学园区 它所展现的趋势 来看看未来大西谷的科学园区 可能会呈现什么的脉络 所以现在很难 很难看出未来 大西谷科学园区 在土地厂房取得之后 它的住宅进驻之后 会呈现什么样的价格 现在很难推出来 但是你从高雄科学园区的脉络里头 可以看出大致的一个趋势 以这样的状况来讲 因为你提到高雄 我们实际来看高雄好不好 因为高雄跟台南都因为台积电进驻之后 呈现不一样量的 我前阵子去看这个台积电进驻到高雄 因为它用的是中油的预定地 哇这个腹地好庞大 围绕在中油预定地的台积电所拥有的土地 哇这个范围实在太广了 但是相形之下相形之下 在这个四周围的房子的房地产 包括可能员工进驻的情形 我倒是还看不出有具体的一种聚落产生 这个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吗 那未来在这一块 它的一个可能呈现了一个量能的趋势 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 可以具体看得出来吗 台积电本身2奈米的设厂 那期间有计划有延宕 那现在已经确定要重回高雄设厂 台积电这个基地 因为有那个土地污染的问题要处理 政府也愿意协助处理 所以这个进程就会比原本预估的进程快了一些 所以这个在土地处理污染的 土地污染的状况处理之后 就可以开始进场 那就看土地污染处理的时间有多久 那之后就会开始兴建厂房 那兴建厂房之后 这个利多就预计在兴建厂房之后的一两年 之后就会实现 所以这个所谓的住宅的购物需求 就会在那个时候产生 所以现在还没有 是因为之前二奈米建厂延宕 现在土地取得已经OK了 那要等待那个就是土地污染移除 污染的土地的移除 那以及正式新建的时间 但是房屋土就是附近的土地的取得成本 就是建厂要取得附近土地的成本势必上扬 因此也会造成未来附近房价的一个推升 所以用这个角度来讲 那高雄台积电附近的一个住宅市场的动能呢 会比其他都会区高了一些 高了一些 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林经理告诉我们说 厂房跟土地 台湾在这几年的需求 哇几乎很难以想象 那这个大结构里头来自于大概在七八年前 中国的经济状况因为面临到整个下行 而且全面解体跟崩溃的状况底下 不少的台商当然慢慢撤出 重回到台湾 那把基地移回台湾 导致整个台湾的厂房跟土地突然间大爆发 这几年来我们看得出来 在这一方面的需求反而是 其实越来那么越强劲 尤其在政府对于不动产市场 尤其在住宅市场方面 寄出第七波的信用管制同时 它能贷款的乘数越来越少 可是反而是厂房土地这一块 没有受到限制 也就是说你用公司 你用法人机构去进行厂房跟土地购置时 如果你的公司状况良好的话 最高也有可能贷款还可以贷得到九成 这是对的对不对 没错 看公司的 公司的状况 资金营运的状况 营运状况 但是的确可以带到八成九成 这是可能的吗 对不对 有这么听说 有这么听说 OK 所以厂房跟土地反而在交易买卖里头 比较没有受到信用管制影响 但是因为它需求量才是非常非常高 这里头你有没有实际这些案例 因为台商的确从中国撤回到台湾之后 有这方面的需求 甚至很多的投资大众也利用这一个时机 进场到厂房跟土地 获利好像也不少 是不是林经理这边有实际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台商移出大陆 然后有部分回流 也是基于说政府有订定优惠的方式 鼓励台商回流 加上产业聚落 台湾还是比较成熟的 所以很多台商选择回流在台湾购置土地 所以导致以前闲置的工业区土地 反而都供不应求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导致桃源以北的工业区土地非常的抢手 举例 我客户在102年房地产市场景区的时候 他买了一个公司的一个土地 大概430瓶 他买的价格大概46瓶 一瓶46万 那隔了大概5年 隔了大概3、4年 他卖了一瓶60多万这样子 所以这个在不景气的时候呢 他购置了一个工业区的土地 还可以有明显的一个涨幅 这是一个例子 在105年左右 然后买了杨梅的一个工业用地 买一瓶10万8千块钱 那隔了5年之后呢 卖了一瓶17、8万 就是卖出部分的土地 卖出一瓶是17、8万的 还非常的抢手 在平镇工业区 平镇工业区成交买了一瓶 大概是23、4万的一个 有交易纠纷的房子 也是隔了几年之后 附近的行情已经涨到35万了 所以这都代表实地上 就是因为本身就是由土地的需要 而购买工业不通产的 因为这个台商回流的关系 造成工业土地的一个市场交易的热弱 所以就导致就造成了这些 就是所谓的进场购买工业土地的一个买家 有涨幅 有不错的一个涨幅 所以因为土地太有限了 然后刚好又是大量的鲑鱼返乡 导致现在双北之外 新北市本来工业用地 工业厂房可能还有 工业用地还有 慢慢的往桃园新竹 慢慢往南去推移 这个状况是不是态势已定了 以你刚刚所讲的案例里头 要进行所谓工业土地的投资 它的身份的门槛 是不是已经是限制公司 是不是呢 因为如果以资金来讲 一定是大笔的资金吗 有没有可能它是小小的公司 在进行投资 还是可能有因此获利的空间 这个部分你怎么看 购买工业用的土地 以政府的角度来讲 它是希望以自己本身的需求为主 那如果自己本身的需求 未来可能有个需求 那及早购地 比方说我自己本身 现在是跟人家租的厂房 那我本身有资金 加上贷款政府的管制比较松 所以那这样的话 本身有跟人家租厂房 那本身又有资金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非常适合自己就换个地方 来购买厂房自己盖 或者是购买现有的厂房 来自己来使用 就是已经有很多的一个厂家 都表明着他本身希望购买土地 或者是购买现有的厂房 来作为自己厂房的一个需要 但是找不到土地 找不到土地 所以是明显呈现于 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是站在投资的角度 这事业未来考量事业未来本身 未来的需求 预先购买土地 如果未来有扩厂的需求 就可以用到 如果没有用到 未来转手 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资产的一个做法 以你的专业角度 你怎么样来看台湾的产业结构 这个供应链呢 随着半导体 不管是台积电 它呈现在台湾各个县市里头 不断的去扩厂 所带动的供应链 这里头有整个土地 整个厂房 包括整个住宅 这人口聚落 其实从北南移 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 尤其是大量的人才 不要集中在北部 其实都非常好 而且带动地方的发展 跟带动地方的公共建设 就整体社会来讲其实是非常好 有没有办法在最后其实告诉我们 这样的产业巨肉出现这样的变化 尤其大陆的一个经济状况 越来越糟糕 彻宜的外资非常多 不只台商回来 更多的外商可能把基地 从中国撤出到台湾 可是如果我们的土地跟厂房 都是如此有限的状况底下 未来 未来这个部分 怎么进行解套 还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思考吗 这个地方你的建议是什么 来林经理 好 那个本身是因为本身 台商回流 造成一个工业土地的一个需求 然后加上本身 台积电本身的上游 比方说埃斯摩尔 本身的下游供应链 这一连串的一种 一大串的一种供应厂商 对于土地的需求 从林口开始到竹南 新竹到嘉义 太保到台南高雄 这都是这样的一个效应 产生一个大量的一个土地需求 那也会连串着有个时间差之下呢 会连串的带动其他 所谓的一个住宅 房地产的一个需求 会接连带动着一个住宅土地 以及一般房价的一个购物的需求 所以这个工业用的土地 未来工不应求会持续下去 那这个工不应求的状况之下 政府的一个协助介入 是不是有部分 在工业区附近的土地 可以做一个解编或者是变更 这是一个比较可能的方法 我觉得很好的建议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在土地跟厂房 那么需求量这么大的状况底下 因为员工进驻之后 所带动的不动产 如果也进一步去推升的话 其实很多人 还是面临到实际的压力 他可能也是 他可以到那个地方去上班 就房地产来讲 他要去置产 要去买一个小小间的房间 也有可能买不起 因为随着土地跟厂房 他也被飙升上来了 这个对于这年轻人来讲 可能是又是另外一个大灾难 这个波尼怎么看呢 第一个是 如果是用所谓的台积电的供应效力 在全省刚刚讲 中南部各地的一个 就是产生的一个土地上涨 及未来 就是土地以及房屋价格的 未来的一个攀升来讲 这是实际上有一个购物的 一个购物及租屋的需求 那举例台积电的员工 可能收入是数百万 甚至更高 那这样子的话 情况之下 他本身去购物资产 在几年后完工去上班 那未来可能判断 也可能未来房价会增值 不管有没有实际去居住 这本身就是有一个居住行为 考量之下的一个资产行为 所以很自然的这些高收入族的 就是这些AI或者是台积电的 相关的供应厂商 相当强购物能力的这些购物族 这些民众 这些员工 或者是高阶经纪人 去购物需求 就自然他们会持续去购买房屋 那就一般的民众而言 那当然就要衡量 基于这样的一个未来的需求 大幅可能大幅增加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是不是及早因应 这个未来的一个工序的变化 可能需要及早进场 这个方面可以讲具体一点吗 及早因应及早进场 经理指的是什么意思 举例政府现在在推出 一连串的一个打草房的措施 但是政府也推出了新签安房贷 那么一般民众 台湾的一个购物 除了一个自助需求之外 其实也兼着理财的一个作用 理财的一个效应 所以我未来三五年之后要用到房子 那年轻人本身或者父母 通常愿意自助自备款 来协助年轻人购买房子 那我现在政府有一个 新签安的一个这个优惠房贷 它可以贷款年数呢 从20年变成40年 那宽限期从三年变五年 那每一个月在还款宽限期里面 只要付一万多 那将来五年之后呢 也只要付三万多 这个是在购物能力足够的年轻人 比方说他收入是有五六万的 以上的年轻人来讲 他本来担心市场会下跌 房价会下跌 但是看到政府有这个叫政策的一个 叫利多或政策的一个补贴 通常民众就想说 政府会救市 就房价就低点不多 低点不多 所以就会及早入市 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在有足够自备款 就已经准备了自备款 有足够自备款 或者在父母资备 资助自备款的状况之下 贷款能力够的民众来讲 其实可以考虑及早购置 未来自己需要的房子 这个思维的确 的确可以列入在未来的规划 今天非常谢谢林经理 从台湾的产房 台湾的土地突然之间大爆发 整个产业结构那么出现新的一个洗牌 让我们去思考未来的一个市场的变动 当然不管他所带动的住宅市场 因为可能价格也被堆高 同时政府也必须要特别留意 虽然说产业往中移往南移 对于这种南北的均衡的发展 这是一个好事 尤其是大量的人才 不要全部都集中在双北 让很多人才 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 一方面跟自己的父母亲 可以有更近距离的一个互动 而且去活络南部的一个乡镇市长 我觉得乡镇市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说 在土地厂房 在很多的产业 外移到这个 或难移到中南部的同时 房地产有没有因此 又出现一些不正常的变化 否则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 还是一样 我北部难挑 然后到最后还是买不起 这个在新清安政策在推动的同时 也许要特别留意 但是不管怎么样 刚刚经理在最后告诉大家 未来的部署 超前部署 这个超前部署里头 除了部署自己的资金 你的财务怎么去规划 包括跟家人怎么规划同时 超前部署其实包括自己 你只要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为什么 你唯有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让你自己的可能月薪 从原来的4万变5万变6万 让自己更有能力 可以买得起房子 买得起房子 不用变成是每个月 说真的付出非常庞大的一个房租 现在已经从20年到40年的一个还款计划了 有人会提到说 没有啦 其实你把房屋的贷款 从20年延长为60年的话 你的脚的利息反而量更多 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 细水长流 当我养了一个房子 当我这个房子里头 你如果位置 你买得不错 而且你确保它不可能会往下跌 当然你要确保往下跌 这个是难度非常高 但是我觉得你透过了专家 自己去做功课 要买到一个它有增值性的房子 其实并不难 并不难 在他们的结构之下 除非你买到是一个条件 非常差的房子 否则不动产要下跌 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也就是说 我们以长期制产的一个概念 当你推升你自己的量能 让你自己的月薪更有能力 去买下一个不动产的房子 长期去养它 不要再去租房子的 这可能让自己 在这个工作之余 或成家立业之余 你会觉得你还是留下一些东西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下一集当中 再好好的谈 在土地厂房之外 产业结构的变化 您可以怎么去因应 谢谢林经理 谢谢 谢谢 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再会了 拜拜 青年买房梦 究竟低利率是陷阱还是置负前进 大世纪的人物为您揭开真相 抢购炒来里同时 他们来点破房子的投资盲点 年轻人究竟该买还是该等 五年的缴席地历贷款 四十年贷款 这样的买房真的是好选择吗 听听大世纪人物怎么说 年轻人买房攻略 如果避开抢购热潮当中的雷区 而预期房价真的会上涨吗 专家教你如何稳健理财 提升竞争力比较重要 买房租房 大世纪人物教你用长远眼光 来看待房产跟自我投资 当然陷阱很多 专家要提醒青年朋友 这些问题不解决 房子恐怕成负担 请锁定小君早安PLU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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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